行 没什么事啊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在很多朋友面前也不给我面子 你又干了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 我有一个哥们当兵 当了四五年了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就说哥几个仔一会儿聚聚 挺好的 当时不是因为喝酒 我也和他说了 我正好见见我这个哥们去嘛 大家一会儿聚聚 认识认识吗 可是嘛 后来他说他要回去 谁要回去 他要回去 回家 回家回呗 然后我就偷摸的 把他领到门口 我就和他说 我说媳妇 我说这次面子你给足了我 是吧 咱回家怎么着都行 这么多哥们都在这儿呢 咱俩回去多不好看呢 他是要拉你一起回去是吧 对 那也太晚了 你不都说几点了 老师我当时特别 就是身体上也有点不舒服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又不能给我点面子 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呢 都看着呢 你就会要面子 我都特别难受 然后我说回去回去 他一直不回去 人家那一对也是在 然后那小女孩说 咱走吧 人家对象 领着就走了 我这儿可好 说半天不走 都在那儿 不能人家走 咱就走啊 他还给人家吹起来牛乱 你知道吗 他说 就他那个样 七管言 对象一说走 立马就走 我媳妇 我让他在这儿坐多久 他就得给我坐多久 我还真 就叫现实报啊 我还真让你坐那么久 我比那么一说 你让我坐多久 我得坐 表哥 他当时比较生气 一摔碗 摔碗就走了 然后你呢 一会儿我就追出去了 因为我感觉 毕竟一个女孩子家嘛 自己回去也不方便 是是是 我就带她回去了 你朋友说了什么呀 把她弄得我第二天 特别没面子 行行行 没什么 就没什么 就为这破事压抑啊 主要是现在 我已经工作了嘛 他已经那个实习了 也算是比较稳定了 我也有我自己的 一定的规划 你想干啥 我想开一个小餐馆 我主外 他主内 让他当老板娘嘛 因为毕竟我现在 我是一个专科 他是本科 对对对 他学历高 然后我给他学习能力比较快 就给他报了一个补习班 补习啥啊 会计 明白明白了 是我 开餐馆的时候 对 想用我 想让我给他管账 不挺好的吗 我关注我不想呀 我学英语 我就想当英语老师 我不愿意跟他 一起管他那个 以后国际化 咱开到国外去 你这个专场有用 没事姑娘 他就不经过我同意 自己就去过报班 可不然我不愿意去 报没报 报了 去没去 他没去 没去就对了吗 他没去过去 回来之后 他说我说的特别难听 他说你什么 就说你这个不行 你干不好 弄得我特别没自最心 当时我一生气 我就摔了个杯子 这事就大了 他平常都不敢 对我这样的 还敢摔杯子了 都鼻子上脸了你还 不是 我也不是一时生气吗 你还打我来着 那谁让你给我报报的 我又不愿意去 你非得让我去 当时是用手打的 还是用工具打的 我就捶他嘛 老师 你跟他个小 就是挺大的 挺疼的 就这点事是吧 不是 你是想跟他一起开餐馆 让我们帮你规划规划 是这意思吗 现在涉及到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今年已经22 很小 我以为说 我今年已经52 你不22吗 怎么了 今年就23了 想结婚了是吧 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明确的规划 就是三年 五年 八年 就是在三年之内 娶她 我要对娶她 生孩子 五年之内就是说 对于工作和这个事业 就有点起色 八年就是说 更加稳定 我的规划我感觉挺好的 没什么问题 并且吧 我父母也已经在我们那边 给我付首付 买了房子了 你那边是哪儿啊 苍州 你老家呢 我寒丹的 你的意思是让人跟你去苍州 对 主要是怎么让老师 他就觉得 他妈给他付了一个首付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想利用我 你看 开三国想让我给他当会计 然后人家就说 我妈付首付了 你跟我一起还房贷 我刚毕业老师 我自己也挣不了多少工资 我还跟你一起还房贷 老师 你如果 当时我父母已经说了 如果我对象 同意在这边的话 工作可以给安排 也挺好的嘛 我就想说我们已经 也两年多了 我就想着稳定下来 咱俩一起共同努力 共同发展 这都挺好的嘛 好什么好呀 我刚毕业一个小姑娘 没多少钱 还跟着你一起还房贷 谁愿意啊 这么大好青春 全用带给你还房贷 我好了吗 咱俩不是一起努力吗 不不不不 我就不想还 不不不 这事别往房子上说啊 跟房子没关系 你是让他还房贷 还是要娶他 要娶他 娶他是因为要还房贷 还是因为喜欢他 因为喜欢他 你要娶的是一个能听你话的贤妻 对吧 对 可是他是一个能拿起专球的 你忍受得了吗 现在我就感觉到 你能忍受吗 不是特别能忍受 不忍受你娶人家干什么呀 但是之前毕竟也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嘛 不不就是因为谈了两年是吧 除了这一点别的都挺好的 行行